又把姐姐叫来帮忙看店了 大家好 现在我跟放哥来了这个 小豆腐块这里 然后店那边就叫姐姐帮我们盯一下了 上个礼拜拆完的模板 这几天我们没空就没有过来 下午一份啊放哥 对啊 这是拿走他们 他们偷懒啊 看这个楼面炒得怎么样 炒菜了 差不多够了 我们这个是两米左右的大桌哈 差不多 感觉好矮的样子 现在要做一个厕所在这里哦 嗯 对那里做个卫生间 我们这个店铺真的好小好小啊 确实 赶紧 上炸机 以前我们买这个 小店铺就是拿来做炸机的 天呐 怎么这里也弄那么多那个 他没有 嘴里呀 这个怎么弄得干净啊 我还洗过一次了洗不干净 哇这上面还更多看到没 嗯对 上楼看看啊 嗯 把那个手臂带放了一点 这下面能干嘛呀这么点点的啊 下面啊 嗯 这里面养一只狗放这里就可以 狼狗啊 哈哈哈 还知道啊 挺好的 下面好多玻璃碎子啊 你看 全是玻璃碎子啊 上次本来是有两块这样的玻璃的 被被他打烂了一块 哎哎哎 哈哈哈 快点摔跤了 我上去看一下啊 你要不要买 我也跟你上 啊感觉上面还挺翻的 啊 这里能放一个 能放一个 或是哪个那个小牙桌 啊 好像这个凉啊 你就知道 这个凉要包一下哈 过不了 就这样 这样 啊 这个凉太高了 那里为什么会有风啊 啊 那里是切割了一下 啊 这一圈都是 不会这样哦 它是那个钢筋插在这里面去了知道吗 那这个以后 要把它 贴翅膀 一贴翅膀的时候就要弄了 就就把它填好来了 怎么 弄得这样啊呀 嗯 小线一条 怎么这么小啊 我那时候当时他说 没那么小的吗 这地方就这么小啊 小线一条 放哥说 先把小木块帮外面去 先打电话 看来有没有时间啊 他的财务是没有吧 他自己的财务是没有 他自己的财务是没有 继续再找办办公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 小小的囊体 大家觉得这个店铺的地面 贴什么样的瓷子 更合适呢 现在先用这个麻袋 给它全部装好 也可以哦 学校就在这前面 然后前面还有 几个小区 现在我们才刚开始第一步啊 接下来还要贴地装 还要刷墙 还要做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就是还要简单装修一下 我们这个店铺 是前几年买的 二十五个平方 花了四十多万 还不帮你修 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店铺 也要差不多 两万块钱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都 差不多花了一半了哈 现在回来做午饭了 生菜 豆腐 牛肉 前菜 西红柿 呀 这么丰盛了 那个 有好菜 哈哈哈 放点 你老了我 哈哈哈 只要录一下你 老了我吧 我这厨房太脏了 就要拍 所以没拍 那我每天都是掐着 时间点做饭 所以我们家厨房真的够脏了 还像你做饭的样子 其实还挺冷的了 需要我来帮忙吗 我来炒 真的吗 对呀 我又不是大厨 你是我们家的大厨 哈哈哈 可以出锅了 平台跑路 美菜 红丝肉 姐多吃点啊 每次都要你来帮忙 所以我们跟姐住的近就是这个好处啊 笑 口袋的说 导演 火锅的要不要 信一家也是 是 ANTE